怪物直接拔下自己的头当球踢 女孩以为他活够了想死 谁知下一鸟 怪物竟长出了一颗新的脑袋 几天前 老白和大儿子在农场里修车 小儿子则在稻田中玩耍 为了防止小鸟偷吃粮食 小儿子决定在稻田里绑几个稻草人 不经意间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有一个稻草人好像活动了一下 此时家中的大黄狗也在冲着稻田狂吠 小儿子健壮小心上前查看 只见稻草人居然长出了鸡爪子 他顿感不妙赶紧逃跑 可稻草人忽然腾空跃起向小儿子发动攻击 这时老白和哥哥听到了呼救声 赶忙拿起猎枪前去营救小儿子 可怪物移动速度实在太快 老白拼了老命地在后面追 好不容易跑到怪物面前 结果下一秒 怪物竟长出翅膀像穿云剑一样弹射起飞 老白只能悲愤地站在原地望着怪物越飞越远 与此同时 一辆看完比赛准备回家的校车路过农场 他们都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常高兴 殊不知一场危机正悄然来临 突然校车来了个紧急杀停 学生们都一脸猛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司机赶忙下车查看情况 发现前车胎上插着一个巨大的回旋标 胡子书用力将回旋标拔了出来 仔细一看 发现上面居然有一颗人类的后槽牙 吓得他赶紧将这恶心的东西扔到地上 这时车内学生们还以为是简单的暴胎 由于等待的时间太无聊 小眼镜便贴心地为大家播报昨天的夜间新闻 警察在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杀人魔潮雪 潮雪的四面墙壁和天花板都挂满了尸体 很难想象那个杀人魔是个怎样的变态 一瞬间搞得人心惶惶 因为校车没有备胎 所以他们只能原地等待救援 司机见状赶忙上车用对讲机呼救 胡子书也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可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司机表示校车还有三个好的轮胎 他们可以尝试着慢慢开到有人的地方 胡子书立刻叫回下车放风的学生 此时小黑看到头顶飞过一群乌鸦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另一边 大儿子牵着大黄狗在稻田寻找线索 很快黄狗就发现了什么东西 大儿子赶忙回家告诉父亲 现在的老白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 每天都茶不思饭不想 明白自己的小儿子或许已经被怪物吃掉 他发誓一定要让怪物血债血长 正好大儿子带回了怪物遗落的匕首 为了针对那只像老鹰的怪物 老白耗费了很多心血制造出一把超级剑弩 势必要让怪物死无葬身之地 很快夜晚来临 校车在路上归宿行驶着 突然一抹光单独照在女孩倩熙的脸上 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 倩熙看着男孩一脸猛逼 但我们可以看出来 男孩是第一部里的主角吉米 紧接着又出现了老白的小儿子 他们都在着急地指着什么 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倩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蒙面人 她竟大步冲向校车 突然扔了一个回旋镖 与此同时 现实中的校车又爆了一个车胎 所有人都想不明白怎么去的时候好好的 回来的时候车胎却爆了好几个 正是一辆轿车路过此地 胡子书赶忙将对方拦下寻求帮助 让对方开到有信号的地方后 帮自己联系一下警察 此时检查情况的女司机又发现了一枚回旋镖 这次回旋镖上面好像是一个人类的肚脐 一旁的胡子书正在公路上放置照明棒 结果下一秒 所有人一脸猛逼地看过去 不明白为何二百斤的人说没就没了 司机健壮赶紧让学生们上车 他则继续将剩下的照明棒点燃放好 结果也是不出意料被怪物直接带走 学生看到这一幕简直怀疑人生 老师健壮试图躲进车里 可怪物突然抓住了他的肩膀 两个学生赶紧和怪物展开拉锯站 可怪物力气实在太大 眼见于事无补 他们只好躲进车里锁紧车门 此时学生们都大眼瞪小眼 老师全军覆没直接让他们失去了主心骨 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车外 然而等了两个半点什么也没发生 小眼镜还在一直用对讲机呼救 黄天不负有心人 农场的老白收到了求救信号 这是车里的迈克不想再继续原地等死 他想起之前看见过的农场 告诉众人他们可以换个更安全的地方躲着 可有的学生持反对意见 认为怪物也许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们 说不定露头就瞄 没到农场就会被直接带走 突然倩兮满脸惊恐地后退了一步 众人顺着视线看去发现了害人的一幕 众人吓得到处乱窜 恐惧在整个车厢快速蔓延 迈克要求赶紧驾车逃跑 可小眼镜表示就他妈的两个轮子怎么跑 紧接着怪物窜到车屁股来了个倒挂金钩 开始认真的在一箱罐头里挑选 先是选中了细白嫩肉的小杰 一个媚眼简直让小杰恶心死亡 随后怪物继续挑选 确认过眼神后发现迈克就是他要找的人 那个笑简直让迈克终生难忘 最后怪物的眼神穿过人海 相中了巧克力味的小黑 想到马上盗嘴的美食 他高兴地舔着面前的玻璃 他不会直接杀掉猎物 反而是想先和猎物玩个饭前小游戏 想了想老鹰抓小鸡再合适不过 他展开翅膀开始了自己的狩猎 这时目睹一切的倩兮直接昏迷过去 他开始两眼泛白不断进鸾 很快他又进入了一个奇幻的空间 这次他直接来到了老白的农场 他看到了前方的稻草人 此时吉米再次出现 他告诉倩兮怪物是个食人魔的事 随后知道了一切的倩兮从现实中醒来 他立马说出真相 告诉众人这个怪物是个吃人的食人魔 他不死不灭吃啥不啥 每隔23年就会出来囤一次粮 一次狩猎23天 而且食人魔的鼻子比狗还灵 通过文味会将看中的猎物一举拿下 哪怕那个人逃到天涯海角都没有用 恰好今天是他囤粮的最后一天 过了今天他便会陷入沉睡 所以他肯定不会放过最后看中的猎物 与此同时 之前收到求救信息的老白和儿子开车赶来 路上他们发现了一辆遭受了袭击的汽车 看起来完全是怪物的杰作 想到即将报仇血恨 他立刻开车前去寻找怪物 途中和学生们取得联系后 确认了怪物的具体位置 车里的学生得知救援的人马上赶到 都兴奋地在车里手舞足蹈 可这时食人魔杀了个回马枪 戳破车厢抓住了小眼睛的脑袋 其余人见状赶紧上前帮忙 女孩贝贝更是上去就给了食人魔一棍子 食人魔吃痛松开了手 原来是他的脑浆和眼珠子被戳爆了 他尝试了好几次都无法将棍子取出来 只好放弃自己的半截脑子 一个学生以为食人魔已经嘎掉了 他赶紧从上方洞口查看情况 可食人魔根本没死还来了一招飞龙在天 随后便猛地砸向校车没了声音 一个学生小心翼翼地查看后 发现食人魔竟一动也不动 众人也不明白为何食人魔要自虐 但现在必须趁着这个机会逃命 可关键时候掉链子 车门不知怎么了死活打不开 突然食人魔的翅膀从车顶滑落下来 一个学生做死的上前瞒了起来 还嘲讽他的翅膀向快擦脚步 结果下一秒 其余人见状再次和食人魔来了菊八盒比赛 没想到将同学拽下来时他的脑袋已经没了 众人感觉今晚家里不用留饭了 因为他们根本活不过今晚 这时贝贝探出头 却看到食人魔直接拔下了自己的脑袋 因为刚才他吃了一颗人类的头颅 现在头颅在胃里不停地翻滚 直至长出了一颗全新的脑袋 随后他便高兴地飞上了天 一朝回到解放前 麦克见状更加卖力地打开车门 好不容易成功了 但有好几个人根本不想下去 麦克表示现在必须赶紧跑路 不然他们和开带的罐头没什么两样 一番劝说后车上只剩了一个人 众人下车后还在商议去哪里躲着 突然一个男生大喊让大家看月亮 还以为有美少女战士 结果一抬头瞬间怀疑人生 一时间所有人都想回到校车上 但车里的男生根本不想给他们开门 很快到了食人魔的吃喜时间 众人吓得四散奔逃 但食人魔认为猎物跑一跑肉质会更加紧实 便不慌不慢地掏出了一个回旋镖 精准命中一个信念后 他开始对之前挑选好的小黑下手 关键时刻小黑镜突然被一块树枝绊倒了 好在傻人有傻福 失手的食人魔只好选择猎杀麦克 同学见状赶紧跑来救他 倒在地上的小黑也迅速起来帮忙 但食人魔见不得这么温情的瞬间 一个俯冲将麦克抓走 直接让几人白忙活了一场 另一边 老白和大儿子终于到了校车所在的位置 正好撞见了逃跑的倩西 询问了事情经过后 老白不顾倩西的劝阻决定和食人魔决一死战 此时的小眼镜从车顶钻进了校车 发现车上那小子居然将心上人弄了进来 他简直气得要死 自己在外面经历了好几次极限逃生 然而这小子竟光顾着泡妞 还没说完就被食人魔扼住了命运的后脑勺 可很快他竟放了到手的猎物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杀气 下一秒 他大声嘶吼似乎是在告诉对方快滚 但老白的剑奴可是意大利炮改装的 什么恐吓也抵挡不了为儿子报仇的决心 他直接朝着食人魔射了一箭 打中后直接放起了风筝 可还没高兴两秒 却发现他低估了食人魔的力量 汽车根本招架不住他的拖拽 眼看就要玩玩他叫车里的人赶紧下来 他则不信邪地准备再给食人魔一箭 这一次彻底惹怒了食人魔 他直接将汽车拽飞转了好几个咕噜 随后没有了束缚的食人魔选择去挑个软柿子捏 此时的小黑几人发现了一辆没有人的车 刚准备开车逃跑 却被赶来的食人魔盯上 尽管油门已经才死 但食人魔还是追了过来 关键时刻 驾驶座的男孩将女同学推了下去 随后紧急杀停了汽车 食人魔一个没杀住撞飞了出去 可汽车翻倒男孩当场死亡 后车厢的小黑虽然没死也直接半残 他拖着受伤的身躯在地上爬行 看着前方重伤的食人魔 小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此时食人魔吸了稀灵敏的鼻子 很快便成功闻到了小黑的气味 刚要去吃了惦记已久的小黑 他却发现自己的腿和翅膀镜都摔没了 眼见没法展翅装逼 食人魔非常生气 现在必须要抓紧吃了小黑补补身体 很快他便一蹦一跳地找到了小黑 谁看了都要说句身残之间 可小黑快要吓尿了 他可没有这种能耐 现在的他犹如一只带宰的羔羊 食人魔剑状立刻将其扑倒 刚准备大块朵移却被死死抵住下巴 因为小黑并不打算死在食人魔的肚子里 他拼命地抵抗 关键时刻一发弩剑射来 老白即使感到成功钉住了食人魔的脑袋 终于到了有仇报仇的时间 这很历程度让旁观的人浑身直冒冷汗 老白越戳越起劲 不断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食人魔恨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但毫无办法 虽然他死不了 却架不住挨这么多走 很快 23天囤粮时间接近尾声 食人魔将陷入沉睡 随后触手直接把他的头裹成了一个球 下次苏醒的时间将是23年之后 可老白还是不解气 又对着食人魔的身体又补了一下子 知道了食人魔23年后还会活过来 老白将他的残躯拿回了农场 随后居然用食人魔做起了旅游项目 最杀人诛心的是门票只要一块钱一个人 此时的食人魔将要苏醒 老白也为此没日没夜地守了23年 他必须确保在他醒来的第一天就将其定住 可能食人魔也没想到 自己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影片至此结束 这是食人族系列的第二部 里面找到了第一部的演员进行客串 还是让人比较意外的 这一部影片里的主角明显是带脑子的 战斗力爆表给食人魔制的服服帖帖的 食人魔扮演者乔纳森布瑞克演技非常精湛 将食人魔演绎得非常恶心变态 他也成了不少人的童年阴影 影片剧情方面比第一部更加丰满 但是依旧缺少深度 可惊悚片主要看的刺激 能让观众看开心就是一部不错的片子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